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欢迎收看时间密码 今天是礼拜三 台北股市目前是51点 然后目前在戳是戳64点 早上开始开高109点 开高打回到接近平盘 然后目前又上来 其实指数波动不是那么重要 重点还是在个股的部分 欧美股市最近也都是在盘局之中 走势是稳 上礼拜五美股开低走高涨132点 欧股是下跌的 紧接着礼拜一全部都涨 银行股都稳下来了 欧洲也大涨 那昨天礼拜二 美国是开高压回 收盘是小跌 欧洲是小涨 所以最近国际股市 大部分都是相形震荡 指数波动不大 昨天美国股市的部分 油的部分是比较涨多一点 大概都一趴两趴 那银行股已经 整个状况已经稳定下来了 其他传统产业的部分 波动都不大 昨天反而是什么 反而阿里巴巴 马云又重回中国之后 阿里巴巴昨天一天 在美国股市挂牌的报价 大涨了14.2% 这是昨天晚上美国股市 最重要的焦点 就在阿里巴巴的部分 台北股市昨天跌128点 记不记得 昨天亚洲股市都涨 礼拜二 亚洲股市都涨 只有台北股市跌 那很多人讲一些 四四而非的原因 可是我跟大家讲过 为什么其他国家涨 我们却是跌 原因在哪里 原因就在于 外资两天 把台子期的多单 全部没了料 外资既然把台子期的多单 两天卖光光 它自然就不会 让行情上去嘛 对不对 所以昨天台北股市 被压着打 被压抑住 这是可以理解的 那可是昨天 卖压那么重 八成的股票都跌 感觉上外资 应该算卖很多 可是也没有 昨天外资只小卖 20亿而已 大概买640亿 卖660亿 卖660亿 所以昨天外资 在做什么 在做换股操作 整体买卖超值 卖了20亿而已 买640 然后卖660 在卖股市 所以就正如 我跟大家讲的 财报在发布期间 重点都在个股身上 你如果不是 操作台子期的 你不需要把指数 看得那么的放大 你不用拿显微镜 去看台北股市 没有失控 没有失控 重点是 个股的表现 先开盘 开高109点 开高就压回来 压回来之后 又拉了上来 最后收盘 我们来看出来没有 68点 68点 属于中间偏高的值 也是还不错啦 问题今天跌的股票 也蛮多的啊 是不是 今天大概是55波啦 一半涨一半跌 所以指数不重要 重点都在个股 都在个股财报身上 所以跟大家讲 股票投资 你一定要养成 买底部的好习惯 不要一直去堆管 一直追高 风险很大 买底部才会安全 既然是底部 相对它就会抗跌嘛 对不对 所以你的风险 相对是能够控制住的 尤其在财报发布期间 财报发布期间 已经大涨的 就算利多 也会变成利多出境 你看最近很多 涨高的股票 你看今天 今天台北股市 涨68点对不对 很多涨到 涨高的股票 一档一档都大跌了 你看今天世新 大跌嘛 最近涨高的股票 都开始下来了 然后创意 创意也大跌嘛 涨高的股票 都开始大跌了 3035 智元 也开始大跌了 所以涨高 不要去买 这是绝对正确的 国据 最近国据 也压回了一大波 从570 压回到490 压回都还蛮多的 5425台半 锡管都开始下来了 3034联永 今天联永也大跌了 5269 翔硕 都大跌了 最近涨高的股票 财报一发布完之后 一档一档都下来了 今天也都下来了 8478 东哥 今天是 达到快跌停板 怕要跌停板 所以记得 涨高的股票 就算有财报利多 也会变成利多出境 一定要锁定底部 要不要起的股票 财报发布之后 它才会有补涨的效应 我一直举例给你看 我一直举例给你看 2月6号 给大家研究报告 台新科 当时给研究报告的时候 什么都没去 在这里 什么都没去 那财报一发布之后 高获利 高配息 高职利率 就冲起来了 你等到财报发布 再去追 就没败了 你要在那行情 要没发布的时候 你就要先卡位布局 所以说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就是这个原因 你要在行情没发动时候 就要卡位了 等到行情发动 你再去追 你自己去追就没败了 低档没有买 消息发布你再去追 你就赚不到钱了 对不对 你就贪不钱了 所以一定要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你如果找不到 就找您而验啊 我每天除了吃饭 睡觉以外的时间 都在看股票 都在找股票 都在掌握国际之间的卖动 加上我在股票市场 30年的经验 我光是进投顾当分析师 民国83年就进投顾了 你看这样多久了 在投顾代会员 已经28年了 所以绝对有足够的能力 跟经验来带大家 加上我坚持 资值买底部的具有股 你看总态 一直跟大家谈资值股票 30几块而已 贪这么多钱 还配8.2元 很大方啊 殖利率这么高 41块钱买 41.7买 一定买得到啦 一定买得到 是不是高货率低本益比 高配息高殖利率 所以中国股票 你不用怕他的资料 他资料就资料就对了 有些来你赶快买就好 你看之前都没量 开始放量在这两根 所以主力法人他们的成本 也在这个地方 既然主力法人成本在这里 他就不可能再回来 跟你有 让你有跟他 相同成本的机会嘛 对不对 所以这碎碎完之后 会再够低的 你要去找这种股票 当然我不是叫你一定要买 总态 你找可以找类似的标的 等一下 双红 对双红 我讲的时候还没涨哦 我讲的时候还没去哦 财报一发布 就开始标了 财报发布就开始标了 标到无法无天啊 标到无法无天啊 今天又拉涨停 今天又拉涨停 标到无法无天 最近大盘什么状况 最近大盘这样子而已哦 双红标到无法无天 我们当时讲的 我们早就开始讲啊 对不对 这样上来是不是 是不是快50%了 怎么快啊 所以我经常讲 会买底部 你要赚个30% 50% 都很容易达成啊 那你现在再去追 就大可不必了嘛 是不是 都已经去买50%了 你是不是去堆就太烂了嘛 我再找底部的股票给你 你不要去堆了啦 不要去追了 要买早就该买了 当初还没涨 要不要去的时候 我就说你就该买了 那涨到这里了 你再去追 太烂了啦 我再找类似中 还在底部的股票给你 还有啦 还有啦 我昨天跟大家谈的那一档 底部刚要动的个股 今天就去5% 等一下你再 你看你就知道了 看来看你有知道 这是上礼拜二盘中 给会议所有讯号 复生应用双红旺细晶圆 你看旺细 上礼拜二涨停 礼拜三涨停 礼拜四又大涨 三天而已就23% 一百万就二三万啊 是不是完全没有涨 同类型的公司 已经涨到北比二十几倍了 旺细还在十倍而已 没有涨他就会补涨 你就会補起嘛 所以你一定要 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林和彦只买底部 赚大钱的股票 保肌股业着买的 我不会告诉你 我不会让你碰 你每天看我节目 看那么久了 我有讲过一档 亏损的公司吗 我有讲过一档投机股吗 我有讲过一档 业绩烂的公司吗 或者已经涨高的公司吗 没有嘛 我全部都从底部 开始跟大家谈的 会员也都知道 很多会员长期跟我一起做 他们都很喜欢像我这样 带他们买底部 因为他们有工作 他不可能全程盯的行情 那跟我一样买底部 他上班会很放心 对 而且利润 长期下来利润就是最大的 你看晶圆 是不是底部 完全没去 获利创历史新高 白比五倍而已 高获利低白比 高配息高值利率 这样 末日你就会贪大钱了嘛 这样买就会赚大钱了嘛 上个礼拜一 金元41.6买进 对 上礼拜一 41.6买进 当时买进的时候 就跟会员讲了 只做一个礼拜 周短限股 那礼拜一买 到了礼拜五 44.45卖出 因为本来就讲好 一个礼拜操作嘛 礼拜一 41.6买 礼拜五 44.45卖出 一张两千八 十张两万八 买十张四十一万 四十一万 一个礼拜 赚两万八 六点八八 很好啊 你如果四十万 你如果卡在银行里面 一年多少 一年多少 一年四千块而已 你四十万 跟我做单股 跟我做单股周周发 四十万一礼拜 那两万八 是否错 这个就是单股周周发 一周短限操作 增加操作的灵活度 每周获利结算 周周领周薪 一周操作风险有限 一个星期而已 你没输得对下去啦 短线搭配波段 让报酬率会更高 所以单股周周发 其实就很简单啊 礼拜一礼拜二买进 到礼拜四礼拜五 逢高卖掉 钱收回来 每个礼拜 你都可以看到近赚 这个礼拜近赚多少 你都可以看得见了嘛 对不对 你看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的周周发 除了金元以外 另外党支VIP做的 破凯200及195买进 买进之后 到了礼拜五 破凯 当时买就讲了 五天 短线五天 到了礼拜五 218卖出 218很好卖 你看9点4分就通知了 很好卖 最高还到222 2195买进 到礼拜五 218卖出 一张2万3 十张23万 十张200万而已 200万你都有啊 200万你放在银行 一年才多少 一年才2万块 对不对 一年2万块定存的利息 那单股周周发 一个礼拜就23万 会好啦 会好啦 这个就是单股周周发 这个单股周周发 一个礼拜短线操作 周周结算领周星 风险有限 搭配波段 报酬力更高 3月3号这一周 3月3号这一周 板甲138买进 短线五天操作 3月3号是礼拜五 买完之后 礼拜一就开始涨了 礼拜一3月6号大涨 3月7号大涨 3月8号继续涨 对 紧接着 卖掉 3月9号礼拜四 1百四十五块没了 138买 145买 145卖 15% 这个 2月20号这一周 礼拜一 旺系122 120买进 126127卖出 是不是又5% 是不是又5% 对 旺系 120买 126127卖出 6% 再前一个礼拜 1月30这周 有礼拜二9089买台表科 到了礼拜五93.7卖出 那这样是不是又7%了 90买3块7是不是7% 3块5是不是7% 这就是单股周周八 所以你可以 准备一笔钱 假设你如果100万的话 对不对 假设你100万在操作 你可以设定 20万或30万 跟着每个礼拜的单股做 那其他70万或80万 一样跟着做波段的规划 因为波段才能够 30% 50%赚嘛 那可是你一直做波段 破到买了 你注意力会分散掉嘛 你就不会那么用心去 注意一些细节的部分嘛 所以一部分资金跟着单股做 让报酬能够更高 所以单股周周八是怎么样 礼拜一礼拜二买 礼拜四礼拜五逢高卖 所以昨天跌128点 每个人都丑隆满面 大家在面图中很厉害 我很高兴啊 我昨天跟大家讲过啦 我们单股周周八 礼拜一礼拜二跌我很开心啊 正好跌下去买啊 买了之后它涨上来 我们就可以赚钱了嘛 是不是 所以昨天在跌128点的时候 大家都不高兴 哦我们是开心的减股票啊 那今天一开90点 昨天买了是不是 全部都赚钱了 对不对 我这给大家看过嘛 我昨天跟大家讲说我要买这一支 赚快四个股本 配这么多 殖利率这么高 四股在没上当啊 我就说这支股票只要一开高就冲出去 我们昨天单股周周发 就是要买这支啦 我们昨天就买这支啦 就是要买这支啦 就是要买这支啦 我们昨天 297买的 要不可以去 297买的 蛋股周周发 今天就冲出去了 今天有冲出去吗 有冲出去吗 昨天297买 今天314 这样买进才两天时间而已 1兆170 10兆17万啦 这样2天就6%了 那你如果够在银行定存 1年也才较没3万块 那我们2、3天 就17万啦 要不可以帅的喔 今天才礼拜三而已 后面礼拜四礼拜五 拜四拜五又充 那就赚更多了嘛 对不对 那就赚更多了嘛 所以你可以设定 一部分资金 跟我单股周周发的操作 包括这支 这支也要注意喔 这支也要注意 赚15块都没去掉 这随时也会充 我带你进 我会带你出 我只做赚大钱的股票 我只做赚大钱的股票 你可以利用 我们现在一季的费用 一起赚一整年的活动 我们一起合作 关注政府电话 金融宏告秀座马上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立足台湾 放点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都是投资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并肩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商业台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商业台 掌握未来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我们立足台湾 我们立足台湾 放点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 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 都是投资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并肩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欢迎我在现场 今天台北股市最后是涨68点 涨都是好事啊 那其实涨跌不重要 重要还是在个股身上 今天大盘很稳 台积电今天涨了五块钱 今天日月光 涨了两块钱 日月光最稳啊 日月光最稳 你知道日月光光是 三大法人加上集团持股 只有这两个加起来多少 你知道吗 97.5% 市场流通的股票 剩下2.5%而已 勾票GU都被法人跟公司派 全部控制住了 这种勾票没了啦 林德燕从这里开始 带货员买进周 我到现在一张都不卖 我到现在一张都不卖 今天联发科也不错 联发科今天涨了七块钱 这个都还没结束啦 随时都会再喷出去 所以这几档大型全资股 把盘给控制住之后 那重点就在个股了 财报剩下最后阶段 涨高的不要去追 一定要买底部的 底部的才会赚大钱 就像总泰 高获利低本益比 高配息高值利率 一定要找中股票 你看双红 不过去的时候就在你们说 是不是飙涨了 底部的才会有补涨的机会 旺旭也是啊 还没涨就跟大家谈呢 是不是喷出去了 包含金约也是 我专门找这种赚大钱 底部的股票 来给会员操作 党党都可以让你安全安心 开心获利 你看前两天跟大家讲这一档 单股周周发要进的 前两天买进去 是不是开始动了 是不是讲完之后 就开始动了 我不是今天大涨我才讲啊 我一两天就在你们讲啊 讲完之后今天就开始冲啊 今天大盘开高压回 它是一路涨 一路去两天就已经6%了 单股周周发 两天就已经6%了 再来这支要注意哦 这支要注意哦 这支随时也会冲啊 这支随时也会冲啊 你看我专门找这种 赚大钱的公司 尤其都是还在底部的时候 我不会让你去买投机股 我也不会让你去追高 去那高压 再来讲有什么意义呢 没意义啊 你如果真的有本书 第一步就要开始买了 有本事买底部 才是高手嘛 对不对 你等到行情都涨那么多了 你再来讲 这是划纵取宠嘛 连续几天跟大家讲比特币 今年商品涨不最大就是比特币 涨了快70% 比特币相关个股 技嘉我们在116开始买的 是不是又是行情没涨 我们就开始布局了 今天技嘉有通知卖出了 这是今天所有讯号 技嘉130附近全部卖出 今天真顶满111 强茂还有持股的 72.172.4卖出 破凯220卖出 今天技嘉130卖出 所以带你进我都会带你出 我带你进我会带你出 我带你进我会带你出 这一点你放心 还有哪些个股底部刚刚开始的 你看帽连 我们246开始买的 246是买底部的 会买底部你就会赚大钱 最高涨到291 那押回来 我也提醒你赶快买 财报发布出来都会是大利多 你有买吗 这个还没发布财报哦 今天又开始大涨了 后面又要办现金增资 办现金增资前 股价都会涨一波 后边要注意 你看台办 那不是买底部的啊 再还没涨 我们就开始讲了 就开始买了 会买底部 你就会赚大钱 会买底部你就会赚大钱 那涨高要会卖 起关要会买 我带你进就会带你出 你如果不卖的话 今天剩多少 剩101而已 差10块钱去啊 差了10块钱了 电动车有一百多家 涨高的不要追 找底部的买 找底部的买 我是不是跟大家讲过 如果一样整流二极体 台办已经在历史高点了 强貌还在相对低档 强貌还在相对低档 所以今天台办大跌 强貌是反而涨 那反而涨 刚刚给大家看过了嘛 对不对 台办太弱了 强貌一样获利先卖出 72.4 今天最高72.5 是不是卖了之后 又压回来了 所以带你进我会带你出啊 地宝 也是底部开始买的 你们都知道啊 你都知道啊 是不是还没涨就开始买了 会买底部 你就会赚大钱 那涨高 我也会带你卖 你不卖 你舍不得卖 咱夹开始买 夹没掉 你不卖它还是在这里嘛 那是不是浪费资金浪费钱 把卖掉钱收回来 我们再找底部的股票 再来买 你的钱就是那一笔而已 不管几十万几百万或几千万 你要让它能够很活络的运用 不要让它卡住了 卡住了就可惜了 电动车未来十倍速的行情 电动车主群 全力锁定电动车操作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策略 设定的部分资金 跟我们单股周周发 一周短线操作 礼拜一礼拜二买进 礼拜四礼拜五卖出 周周领周薪 让报酬率更高 认同这种做法的 利用现在我们一记的费用 一起来赚一整年 跟他们一脚步 抓住您操作顺利